配方会放在视频最后 温水中加入酵母 白糖 搅匀放置10分钟 高筋面粉中加盐 橄榄油 酵母水 是一个偏软的面团 还不是很光滑没关系 我们松弛10分钟 简单的揉几下就可以 这时候手上蘸一点油抹在碗底防粘 一点点就可以 放到温暖的地方等待醒发 全是蜂窝 差不多两倍大 观察这个洞口没有明显的回溯塌陷就刚刚好 这时候就不用再揉了拿出来直接擀就可以 大概擀成一个30x20的长方形 现在咱们来调一个酱 这个奶油奶酪和黄油呢都要提前软化 加蒜蓉 盐 帕马森芝士粉是可选的 喜欢的就加一些 没有就直接跳过 混合香草是可选的 喜欢就加一点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15分钟 那边做不错 一半 五分钟 现在做不错 这边做不错 切成了 二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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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半